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關心今天這個農業氣象 為這個拜沙開始 提起稍後會有一些變化 這個重點就是說 為這個拜沙開始 我們台灣會開始收入 康瑞颱風 康瑞紅台的外圍環流的影響 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為這個拜沙開始 我們的北部 東北部我們的迎風面地區 會開始有這個地震的准候 另外就是說要特別注意 我們中部北部 還有我們的東北部地區 如果日夜溫差會比較大一點 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如果是早出晚 會特別注意 多戴一件薄長袖或是外套 尤其我們一大早出門工作的話 要特別注意 其實是有點偏涼的 那麼這個康瑞颱風 在拜沙的晚上跟拜沙的早上 跟我們台灣的距離是最近的 所以影響也是最顯著 那麼目前看起來 這些康瑞颱風 應該是不至於 對我們台灣的陸地 造成直接的影響 但是它的暴風圈 更是有可能影響到 我們台灣東北部的海域 也是不排除有機會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的機會 所以提醒大家 還是要特別的留意 那麼在禮拜四禮拜 有跟我們台灣距離最近的時候 沿海的風浪會比較大 比較容易有長浪 所以我們外出作業的船隻 都要特別注意安全 而且這個海域 不只是東北部的海域 包括我們台灣海峽 或是我們台灣東部的海域 北部的海域 這個風浪可能都會比較明顯 也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到海邊去觀浪 那麼在海邊 如果是有些海邊工作的話 可能就要特別注意安全了 那麼今天的農林 榆木小定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紅豆 紅豆的栽培播重量要剛好 大概是每公頃70公斤 如果不能種得太密 如果種得太密的話 對它植株的生長也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紅豆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尤其最近其實雨期也還沒有結束 雖然說已經要逐漸進入10月了 每年10月開始 就對我們台灣來說是逐漸進入旱季 但是實際上都還是有許多下雨的機會 今年的情況跟往年也不一定比較一樣 所以提醒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這個病蟲害的防治動作千萬不可以少 尤其是注意整個池珠的密度不要太密 另外就是二期稻作的這個稻細滿 已經現中了 就是一種稻的這個病蟲害 那實際上這種病蟲害在一期稻作 末期的時候會逐漸的增加 那麼到這個二期稻作開始的時候 會比較明顯的增加 也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尤其我們種植稻米 我們種植外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這個這樣子的一個病蟲害 那麼我們台南的農甘場也提醒大家 呼籲大家提早防治 那麼在這個天氣的部分 在天氣的部分 大家最關心就是這個康瑞颱風 可以看到未來 也逐漸的朝西北方向移動 差不多在拜四拜五時 跟我們台灣最接近 差不多在拜四 開始有逐漸的往北轉 朝韓國跟日本的方向來移動 所以目前看起來 在這裡影響到我們台灣陸地的機會 其實不算是階段 不過在拜四跟拜五 最接近的時候 它的外圍環流一樣 會對我們的北部和北部地区 如果造成有鎮雨的情況 甚至不排除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提起大家特別注意 拜四跟拜五 蘇財上由拜三開始 北部東北部都有局部 零星的短暫鎮雨 這邊的這個紅台對我們中南部 影響是比較輕微一點 所以預計影響應該不至於太明顯 但是還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沿海的風浪 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如果在漏雨的地区 大家可以看到的未來 就是我們北部東北部 還有東半部的地區 下雨的情況會越來越明顯 尤其在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禮拜六颱風逐漸遠離之後 整個降雨就會逐漸明顯地緩和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未來的時間 比較有漏雨的地方 北部東北部地区 有在拜三開始就是第一站的準頭 拜四到拜五最主要漏雨的時間 可以看到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是比較有漏雨的 所以在拜六的前 東半部地區要注意 可能會有這個短暫正雨的情況 會有點偏東風的情形 所以提醒大家未來幾天 在天氣的變化 還是改大 可能要提早做一些準備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要去上 明天再祝你一會 時間點營 時間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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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